HELLO 大家好我是HINGO 我們今天去玩一下我們的明日方舟喔 那最近的話聽說好像會有第一個活動會出現了 因為我們上次介紹的是我們一個小活動 也就是這個阿米驢的這個 爆童的這個Skin取得一個小活動 那接下來好像是有一個就是類似我們大活動的 所以開始要乾了是不是啊 因為我覺得這款遊戲目前玩起來的話 感覺起來沒有說那麼的乾啦 因為哲平這邊的話也沒有一直瘋狂的在買我們的體力嘛 但是現在的話感覺起來就是 還是蠻輕鬆愜意的 就是可以打一些關卡 然後就可以把那個理智很快的耗光 除非你是用一些特殊的技巧 去慢慢的就是打一些關卡的話 你可能就可以玩的比較久這樣感覺喔 那問題來說哲平試一下的話 應該是已經可以讓我們的這個 銀輝已經讓他精英化二階了 然後我們的這個推進之王也是精英化二階的 我們玩的比較慢啦 但是我基本上就是先讓我就是上場的 這些角色都已經就是可以精英化二階 精英化一階啦還沒有二階 精英化一階這樣子喔 像我們這個允星也是 那最近的話我就是慢慢在打一些 像閃靈的話目前來說今天已經可以讓他就是 精英化一階了 那其實我也不知道哪一些精英化一階會不會比較好啦 我就是先把我一些會 讓他們上場的角色都先給他升起來 那到時候如果就是 有錯誤的話 為大家有更好的一些想法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喔 不過我應該都是還是會先那個 先把自己就是看得比較順眼 或是讓他們就是上場的角色先把他練高一點點 這樣的話基本上我們就是在打關卡的話 就可以知道就是這些角色我們到底是能不能夠去駕馭 這樣感覺喔 那雲光這邊的話我們也可以讓他就是在升階了 我覺得目前來說我們就是拿他跟那個就是腳男啊 兩次來當一個就是我們坦克的一個存在喔 好先把他們就是精英化起來 因為我們要先把角色練起來之後的話 基本上才有更多的那些就是 呃戰力人就去打一些就是更高階的一些素材關卡 那你打更高階的素材關卡的話 你就可以讓那些角色就是精二段或是極端這樣子 那你打一些關卡會比較輕鬆這樣子喔 好沒有問題那目前來說應該是可以升級這幾隻 那這一隻的話呢 也已經精一段了 那精二段的話感覺關卡就會打的更難一點點啦 所以我們應該找時間的話就是 趕快去把他們打起來 那阿少這邊的話因為之前我們有抽嘛 所以我們這邊潛能是已經到滿等了 所以我們阿少也算是蠻厲害的角色了 那順便把他精化 好那今天剛好我們的主線劇情又可以用阿少了喔 不是阿少啦阿霄啦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看一下就是 阿少的關卡又會發生什麼事情 感覺他的推流真的是還蠻有趣的 就是可以把別人推到那個 就是地圖的那個其他地方 所以你打一些關卡的話可以先研究一下地形 然後看一下要把那個阿少放在哪一邊喔 然後阿少就可以幫你做一些就是 推人下去然後直接把他送死的那種就是局面這樣子喔 好我們先把他們都先要升到30等 因為有大家有跟我講說就是角色升到30等就還蠻夠的 因為再繼續往上升的話基本上會會就是耗太多一些支援喔 然後有觀眾很就是跟哲平講的就是我 雖然在這邊就是切換技能 但是基本上你要在就是隊伍那邊就是要 戰鬥的時候要切換技能才有用喔 所以我們之前切換的都是 都是屁阿根本就沒有切換成功這樣子喔 好來看一下最近哲平是打到了我們的這個2-8 那2-8的話目前來說我們前面2-7是沒有挑戰成功 所以我們就先來打一下這個2-7 然後順便把大家的技能都換一波 他們好像是跟我講說是在這邊換是不是 對對對 按下去之後的話在這邊可以做一波那個更換 那我們這邊的話 銀匯的第二個功能的話是我們手動觸發 我就盡量先放比較少一些手動觸發的招式 因為手動觸發的話感覺 我有時候會忘記按就是喔 好閃靈這邊的話是自動觸發的 那我們就給他換這個 應該是這樣就ok了吧 就可以點了是不是 ok就確定然後他就會換技能了 所以基本上換技能的話是要在我們這個隊伍編制這邊才會換喔 要不然你基本上你是沒有換的 所以我每一次基本上都沒有換 然後我以為他就是做了一波新的那個招式這樣子喔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的阿霄的第一個技能是自動回復手動觸發 立即將前方2個內所有敵人往 呃往攻擊方向小力的推開好不好 並造成 欸這次好像比較好一點點 2個的所有敵人 然後這個的話是下次攻擊會 把目標往攻擊方向推 所以一個是手動的一個是那個 所以你可以就是把他們集多一點 之後再把他們推掉 我覺得應該也是一個不錯的東西喔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這個也是自動觸發的 我都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用欸我都沒有改好不好 我這次全部直接改 那這邊靈光進化之後的話呢 手動觸發 攻擊力加20% 停止攻擊 幣專心隊 之後唯一有方角色進行治療 所以他是一隻能夠幫忙補血的坦克欸 不過目前來說 因為我們的 補血師也算是蠻多的 所以就不用把靈光換成這樣 好來看一下還有哪一些可以換 目前感覺好像 我們的招式都還不錯喔 這是手動觸發的 OK 那我們就這樣直接直接直接換 這隻還沒有精英1 所以精英1之後的話 大家都會增加一些 就是更一些不同的一些技能啦 所以我覺得這遊戲的話 基本上還算是 有蠻多東西可以去讓大家玩 蠻讓大家了解的喔 OK 他們再打一下這個關卡 這關卡上次的話 基本上我們有輸掉啦 因為他好像後面就蹦出一大堆敵人了喔 所以就沒有說那麽的 簡單 我們就來看一下該怎麽辦 先看一下他們那個線拉到哪裡喔 這個27 其實關卡有些基本上你沒動腦的話 你也是打不贏啦 所以這款遊戲最酷勸的就是 你就算花再多的錢 而你不會去打的話 你也是沒得打這樣子喔 好 我們現在先前面放個 推進之王 然後這邊放個 靈光 那讓大家精英化 有一個缺點的地方就是 你就要讓大家精英化的話 大家的那個費用會往上提升啦 所以也不是說一個頂好的一個局面就是了喔 所以大家就可以先 先思考一下 到底該不該讓他們就是 那麽快的直接就是往上提升 好我們現在看一下喔 我有忘記這關是要怎麽打了 有有有你看看這邊的話 有沒有看到這兩隻在那邊飛 這個就麻煩了 我們先把羊羊放這邊幫忙那個 炸一下這兩隻那個飛空兵好了 所以這關的話就是 到時候就是會有越多越來越多的那個敵人出現喔 那就會很麻煩 那我們這邊 阿霄 然後還有那個飛空器有沒有看到 哇尷尬了 飛空器的話我們這邊真的要 找一下那個 GG手了 不過目前來說我們的那個費用不夠 然後我們羊羊也沒有打到 那就那就更慘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先放那個 GG手出來 射一下啊 把這隻 放這邊 然後待會那個十二的再放上面這樣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這樣應該就射得到了 阿完了完了 我們現在 缺補師 因為那個會 會打到我們那個 出出手 哇尷尬 費用不夠 我們先 哇 GG 哇 這就這就 就尷尬了 先把這邊放這個好了 完了我有點亂陣了 亂陣了 因為現在飛空器 他們會直接在旁邊幫忙做一波 輸出 然後我們現在是 整體來說都沒有什麼補師的哦 來閃鈴 幫補一下 那個飛空器感覺也沒有說 那麼的好 好去解決哦 這邊補一下好了 哦 我真的好像沒有補到靈光 嘿嘿 我在幹嘛啊 沒關係這邊再放一隻 你看這一堆飛行器卡在那邊耶 超多飛行器的 然後我們牙羊 牙羊好像打不到 完了完了完了 進去了進去了 好那我知道我們左半 我們左邊那邊的話 基本上應該 需要一些那個防守 上次應該也是因為左半部這邊 被踏入太多那個機器吧 然後你看還有那個飛空器直接飛進去 那那就沒有辦法好不好 所以左邊這邊的那個防物線的話 真的要放比較多隻 不然就是 因為我們這遊戲就是你只要被踏進去一隻的話 我們就會直接沒辦法拿到三星 就會比較麻煩 你看 後面這邊一大堆這個飛空人 不知道到底在幹什麼東西 好恐怖哦 一堆飛空人 然後因為我們角色沒有死掉的話 我們就不會就是沒有更多的那個角色空間 可以放棄他的角色就是 不過好險我們這邊有把那個就是 我們的那個推進自王招式 放成就是自動施放攻擊的 所以至少好像應該還可以吧 哇但是我們這邊 靈光感覺快掛了 但是靈光現在會自補啊 所以應該還好 所以目前來說 右半部這邊的施放的話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左半部這邊的話 應該還要再卡一隻盾牌上去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左半部這邊要再卡一隻角色 阿奈斯是怎樣 打不到欸 欸直接卡在那邊是怎樣 打不到欸 那我只能 只能這樣子了 太好笑了吧 他 你看 他還會自己 躲到一個你打不到的地方欸 這也太恐怖了吧 這這個奪法沒有問題嗎 好你看這邊 失敗了 但沒有關係的 這個的話應該就是左半部再 用一下工程就好了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就是那個 阿肖的另外的關卡 因為這關的話也是一個 類似教學的關卡 他會告訴你就是 前面有一個那個加強的地方有沒有 這個 特殊戰術點 這個部署上面的話 就可以獲得更大的支援 然後剛好前面的話是那個 就是一個空洞有沒有 那邊放一隻阿肖上去的話 應該就可以推別人就還不錯 好沒問題 那我們這邊先先部署一下 推進之王 其實我覺得推進之王的那個 一技能好像也還是比較好一點 因為一技能的話可以就是幫你用那個東西 哇飛行器來了我想一下喔 飛行器的話我們現在先用個小隻的 然後直接往這邊開射好了 我們現在這隻應該還ok啦 然後 石器的話可以放一隻阿肖 阿肖來 放這邊然後可以把邊推下去 不過他要先把那個氣壘積起來 應該是ok的 然後我們是可以手動施放的 因為我們剛才有 就是精英化依他了 然後就可以有一些就是能夠手動施放的招式 所以待會要等更多一些敵人出現的時候 我們再直接那個 哈哈哈哈 我們再直接給他們一個 下馬威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這邊羊羊幫忙一起協助打這個 被控器 感覺搞不好根本連推都不用推就ok了 你看這邊按下去他就可以推到後面去了 哈哈 很可愛直接把他推掉喔 所以這遊戲真的是 很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可以依照各種的地形地點阿 跟一些就是東西來就是判斷這些角色 該如何讓他們就是 打出一個比較好的成績 所以就算你沒有就是抽到一些就是 高規格的一些六星角色的話 你基本上你還是可以靠智慧來取勝喔 這種遊戲的話就跟那個貓戰真的很像 因為貓戰的話也是就是不需要一些強烈的貓 你就可以靠智慧去取勝的一個 遊戲這樣子 相信大家都很喜歡玩這種類型的遊戲 所以 當初大家很推薦這款遊戲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因為 他的思考的東西真的是太好玩了 而且不用花錢你也可以變得很厲害喔 因為他還有一個就是 能夠就是 欸公開招募的東西 那那個中開招募的話 你如果好運的話 遇到就是高級資深探員 或是資深探員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拿到六星的角色 然後你的角色只要重複的話 你就可以拿到一些就是 黃卷還是怎麼樣 然後黃卷累積到一定的數字的話 你還可以就是 讓你就是 你可以直接去兌換一隻六星角色 所以這遊戲的話 基本上就是根本就不怕你拿六星角色 只是怕你就是根本不會玩 哈哈 好 我們這邊的話可以再把它推掉就可以了 再見 有沒有 阿肖好玩 哈哈 沒有問題好不好 那最近的話基本上就是 應該是二十幾號的時候 會有一個那個 大活動出現啦 那那個的話 哲平應該也會努力先來打一下 那 那試一下的話哲平會再努力來通一下我們關卡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有趣的東西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那如果大家的話 有一些比較推薦的角色 或是有看到哲平就是比較推薦的一些東西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 我們就一起來討論一下囉 那 明天早上是點鐘的 我是熱點跟晚上 我是熱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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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熱點的